就是有神的权柄能够去代表神的 是个人就应该是祭司 祭司是对正常对正当的人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祭司 还不仅如此 祭司在神的眼中是大事 他成就神的旨意 神的满足来自于哪里 今天讲了这么多的祭物 来自于祭司 没有祭司 神不得满足 征战是谁打的 看看旧约 第一站在美地上 那耶利哥 那是祭司台的约会 一直到 歧视录到最后 他还在讲 神用他自己的血 把我们从我们的罪中释放了 是我们成为国度 做他神与父的祭司 拯救我们 是为了成为祭司 成就他的旨意 一直到永远里 真本圣经最后一章 二十二章 三节还在说 我们都 那个时候做奴仆 要侍奉他 这个侍奉是做祭司的侍奉 主耶稣 自己也来做祭司 人最高的 地位 在神眼中看 那就是祭司 所以我们要认识 什么是祭司 那祭司是要侍奉神 怎样侍奉 侍奉神 我们天然观念就觉得 侍奉神就是为神做工 但这个是错误的 李弟兄讲 这个答案是错误的 说祭司 侍奉神是对的 但说是为神 做一些事 那就错了 人是被命定来接受神 被神充满 饱和并浸润的 甚至人能让神 从他里面流出来 以至于称为神 活的表现 这是祭司的一个简要定义 所以我们 我们代为神 我们是人 我们是祭司 所以神 是要所有的 以色列民 出来的 蒙拯救的 都要成为祭司 要成为祭司的国度 圣别的国民 然而人堕落 祭司的职费就被拿去 以色列人堕落 祭司职费 就只剩下了一个 立位职费 那是在堕落的时候 摩西就来呼召 神界的摩西呼召说 凡数耶和华的 都到我这里来 于是立位的子孙 就站过去了 那个弟兄讲 就是那日的得胜者 神 祭司职费 不会失败 祭司职费 祭司职费 祭司职费